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的報告 呼籲限制對話投資 評論中 輝先生會分析 美國遏制中國科技升級 自強自力才能贏得合作 彭博社報導 中國正在建立所謂的新創白名單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 報導內容完全是虛假消息 中國始終堅持對外開放 美國總統拜登出重拳 應對油價上漲 甚至是要求中日韓等國釋放石油儲備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在週三的時候公布了最新的年度報告 針對中國的軍事能力 經濟與科技戰略 還有就是金融領域與中國與美國國家安全的聯繫 等等做出了評估 這個報告就呼籲對美國在中國的投資要施加限制 而且要限制投資者購買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 不用說很多人也都猜到了 這次引用的理由又是國家安全 今年的報告總長度超過了550頁 在經濟方面 委員會提出針對研發自動駕駛技術的中國企業 和在華區塊鏈服務網絡 關鍵供應鏈等進行限制和監管 並對提供數據服務的中國公司做出評估 另外建議還包括要考慮全面立法 應對投資中國股票 債券和衍生工具 給美國投資者以及國家利益所造成的風險 美中經濟安全閃燈委員會 是一個通過美國國會授權設立的機構 成員由兩黨的國會議員所任命 每年都會發布一個年度的報告 一向是以強硬的對華觀點而聞名 今天外交部的發言人趙立堅就回應說 這個委員會年復一年的炮製所謂的涉華報告 反映了長期以來對中國的無知和偏見 另外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韓國SK海力士原本是希望改造 位於中國無錫的一家大型工廠 引入新設備來提高記憶體芯片的生產效率 不過目前這個計畫是充滿了變數 因為美國官員不希望在過程當中 使用先進的EUV光刻機進入中國 事實上中國在很多領域的市場集會都相當豐富 比如說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工業機器人的市場 工業機器人可以在汽車 家電等等 它工廠自動地完成一些工作 是提高生產效率和精度的一個重要的設備 那中國市場的銷量是佔到了全球的四成之多 根據報導 現在包括瑞士、APP等四家大型的外資製造商 已經開始在中國興建或者擴建工廠 如何鼓勵更多的中國本土企業在科技創新領域更快的自立自強 的確也是擺在中國監管機構面前的重要課題 彭博社最近就有一則報導指出 中國正在打造一份所謂的新創白名單 主要是為了替代美國的技術 不過中國外交部今天就否認了這個消息 彭博社的報導稱中國正在加速實施替代美國和外國技術的計劃 悄悄地授權新創工委來審查和篩選一些敏感領域的本地供應商 建立一個所謂的新創白名單或者是叫初創白名單 有記者就此在今天的外交部記者會上問到了發言人 發言人趙立堅就表示 彭博社的有關報導內容不屬實 完全是虛假信息 趙立堅表示中國沒有制定實施替代美國和外國技術的計劃 更不存在授權新創工委會來展開本地供應商審查 甚至是建立白名單等等的工作 而中國也始終堅持對外開放 歡迎更多的外國企業來中國提供符合法律要求的技術產品和服務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以實體清單為代表的美國這些卡脖子的一些措施 的確是給中國的科創企業帶來了一些挑戰 所以您覺得現在大力投入科技創新是不是它的緊迫性和必要性還是存在的 雖然剛剛外交部已經否認了我們有這麼一個計劃 那咱們先從這個虛假消息說起吧 其實美方的這個情報機構往往和新聞機構利應外合提供虛假信息 然後呢你就需要第一時間反駁 我們這個反駁的非常及時 那麼因為今天無論是彭博的還是香港的 痛片蓋地全是這個報道 然後呢它以後呢 如果說你不反駁的時候呢 它所謂的這些對華的分析人就拿這個做依據來進行分析 繼續炒作 對吧 那麼我們其實看到另外一個相應的這種虛假信息 就是有一個美國的衛星公司發現在中國的沙漠裡面 有可能幾十口這個所謂的發射錦 其實你稍有軍事知識的人就知道那個導彈發射錦 而且是遠程導彈發射錦 不可能一張照片就照幾十個 至少就隔很長距離嘛 所以呢 但是你看現在這個所有的這個關於中國的這些鷹派的 都在拿這個東西做文章說中國在強化什麼遠程導彈在某個地區 接了多少多少個 那這就是一些虛假新聞為它的自己的一些目的做服務用的 但是反過來說 那麼你看這個美國這個報告咄咄逼人 對著中國這個卡脖子工程算得很精準 包括現在前段時間是英特爾想在成都擴大它的芯片生產產能 被美國強烈攔下來 對吧 那麼這次韓國的企業海力士要做這個相應的擴產 又被它攔下來 那中國怎麼辦 那我只能自立自強 但是我們看到自立自強的本身不是說我要關起門來 完全自己發展 就是我們以前在研究技術進出口的時候 看到很多案例 其實外國的供應方很清楚 一旦你這個地方突破了 它就會跟你合作 而且會把價格降下來 所以自立自強背後是可以給你在更高層面上 和外國進行技術合作提供一個更好的空間 是的 美國總統拜登他之前的時候呢 承諾美國將會與盟友以及友好國家更緊密的合作 那作為行動的一部分呢 現在美國的貿易和商務官員本週就會與日本 韓國和印度等商貿官員舉行一系列的會晤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和商務部長吉拉·雷蒙多將會在亞洲舉行一連串的會晤 來探討恢復數字經濟 疫情應對等等問題 雷蒙多週一的時候在東京與日本高層官員舉行了一系列的會議 並與商界領袖舉行了一次科技圓桌的會議 戴琪則是計劃週三和週四會見日本的高層官員和勞工領袖 週五和週六的時候呢 他還會在首爾來參與主持有關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的一場會議 另外在5G邁向商用化的背景之下 圍繞新一代的6G技術的攻防站已經是拉開了序幕 現在中國是加快技術開發 那美國呢 就會加強與歐洲 日本和韓國的技術聯盟 像美國和日本呢 昨天就宣布了要新設一個貿易合作的架構來促進兩國在勞工 環境和數碼貿易等議題上的合作 並且強調是會對第三國的關切 那媒體也普遍地解讀呢 這個第三國其實就是在針對中國 不過呢 美日韓之間的微妙關係是否會影響合作的計劃呢 其實也是充滿疑問的 最近一個例子呢 就是當地時間17號上午 其實美日韓副外長的會談呢 在美國華盛頓舉行 原計劃在當天下午會舉行一個聯合記者會 但是這個記者會呢 又突然取消了 只有美方來單獨會見記者 美國的副國務卿謝爾曼呢 就解釋說呢 現在美方會見記者呢 是因為日韓之間有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 還存在的意見分歧 不過呢 他就沒有明說究竟原因是什麼 這也引發了外界的遐想 即將離任的德國總理默克爾 在接受路透採訪時表示 要想站在科技的前沿 歐洲各國必須要抱團努力 默克爾利用自己擔任德國領導人16年的經驗警告說 現在沒有哪個歐洲國家能夠獨自地站在高科技的前沿 他還表示 西方國家要掌控自己的影響力 就必須要於創新方面來保持領先 他說呢 目前歐洲在量子計算 在人工智能等領域 其實都沒有佔優勢 在許多領域 其實中國和美國要做得更好 默克爾認為 德國已治歐盟呢 應該要繼續與中國合作 並且相互絕習 他的原話就是說呢 就我的觀點而言 完全脫鉤呢 肯定不會是正確的事 因為這個會對中德關係造成傷害 我們先去下廣告 稍後回來有更多的財經消息 與眾多多多個玩家 作曲 提供 goals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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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京市財經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週三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會議決定在前期設立 碳減排金融支持工具的基礎上 再設置2000億元人民幣 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 專項再貸款 形成政策規模 推動綠色低碳發展 會指出 新設立的專項再貸款 按照聚焦重點 更可操作的要求和市場化的原則 專項支持煤炭安全高效 綠色智能開採 煤炭清潔高效加工 煤電清潔高效利用 以及推進煤層氣開發利用等等 全國性銀行可以自主地發放優惠的貸款 人行會按照貸款本金等額提供再貸款支持 另外會議同時要求要統籌合理研究 降低項目的資本金比例 適當的稅收優惠 以及政府專項債的資金支持 加快折舊等措施 來加大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項目的支持力度 來自廣發證券的分析就指出 這個2000億的規模是屬於中等規模 雖然這個結構性工具的細節 還有待未來明確 但是現在專項再貸款和碳減排支持工具 可以一起被視作是央行層面 推行綠色地產發展的一個雙支柱 前者是重在提高傳統能源的利用效率 使經濟對煤炭等傳統能源依存度偏高背景下 推進綠色發展的一個中短期的工具 那後者則是重在發展新能源 來實現去碳化 推動整個綠色發展的有效機制 另外美國的通貨膨脹率 現在是升到了30年來的最高水平 美國總統拜登早前的時候就表示 現在扭轉通脹是它的重中之重 尤其是在能源領域 那最新的手段 就是向美國國內的幾大石油巨頭下手 拜登現在就呼籲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要立即調查美國幾家的大型石油公司 看看他們是否參與了 導致美國汽油價格上漲的潛在違法行為 拜登說這些公司正在創造巨額的利潤 但是問題在於 儘管油氣公司的成本在下降 但是為什麼加油站的汽油價格 還是居高不下呢 不過現在有業內人是 他就潑冷水啊 他說其實大家看看有多少次聯邦貿易委員會調查 汽油價格最終是一無所獲的 這只是一場政治噱頭而已 他說對汽油價格影響最大的是原油價格 全球市場供應緊張 目前美國是無能為力的 如果對國內的政策無能為力 把目標轉去國外又如何呢 現在路透引述消息人士就說呢 最近幾周拜登是要求 呼籲主要的石油消費國 比如說中國 日本 印度和韓國 要和美國一起來釋放戰略石油儲備 那分析人士說呢 預計要增加超過2000到3000萬桶的供應 才能夠對石油市場見效 美國提出這個不尋常的請求呢 也反映出了美國對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 感到失望 因為歐佩克呢早前是拒絕了 美國提出加快增加供應的一再的呼聲 而日本經濟產業省的一位官員就是說呢 美國事實上呢 已經要求東京在應對高油價方面展開合作 但是他說呢 不能夠確認這個要求 是不是要包括釋放儲備 因為呢 他說按照法律規定 日本是不能夠通過釋放儲備來降低價格的 而韓國的官員呢 同樣是證實收到了相關的請求 但是呢 他們說不會因為油價上漲來釋放石油儲備 他們說呢 可以在供應不平衡的基礎下來釋放石油 但是不是為了應對油價上漲而已 另外路透社就美國相關的要求 向中國國家糧食和戰略儲備局尋求了評論 中國國主局表示 將會在網站上披露釋放儲備的行動細節 發言人士說呢 正在開展釋放原油儲備的工作 但是對於釋放儲備有關的任何細節呢 將會在官方網站上發表具體的聲明 這我們看到最近幾週呢 這個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對他處理經濟的方式 對拜登處理經濟的方式是感到失望的 現在拜登要處理汽油的方式 對國內似乎是沒有效果 現在把這個目標轉向國外 您怎麼解讀這樣的行為呢 咱們說嘛 就是你要解決問題 一定要找到主要矛盾 那從拜登處理能源價格的情況來看 我只能說越來越回應民眾對他的懷疑 他和他的團隊是不是無能 就是我們還看另外一個案例啊 先舉另外稍微說遠一點 就是這個洛杉磯那邊港口堵塞 明明拜登他可以用國民警衛軍來開卡車 甚至用他們軍隊的車把他運走 為什麼不運 現在看來主要的政節是工會 工會不讓你幹 所以工會呢 就把這個整個美國供應店給堵那個地方 你完全可以跟工會做一個妥協嘛 要錢我給你們這些錢 你們這些人不幹活的就到一邊去 我把它處理完之後 你們再回來 你們愛幹什麼幹什麼 但他不這麼考慮 所以呢 那個船 其實拜登派了專門的協調員去 反而越堵越多 你本來是落兩層的 底下那個貨櫃可以早點拉走的 把那個一落就拉走了 但是呢 現在多了六層之後呢 那想去底下的貨櫃的人可費勁了 你還得由專門開車把上面給調走 再把它給拿走 原因找到了 但是卻解決的時候出現了問題 對 就是你某些局部力 因為拜登他是非常指望工會的 那麼好了 回到這個能源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核心就在OPEC 你好好跟沙特 把這個事解決了 立馬他就能下來了 但是你總在邊緣去作戰 你去找那個美國國內的石油卡甲商的毛病 那官司打起來一輪一輪上訴的最高法院 那可能是兩三年之後才能解決問題 原水解不了經可 好了那你回過頭來說 要求東亞地區來釋放石油戰略石油儲備 你看包括日本韓國那麼聽話的 都給你一個軟釘子 因為戰略石油儲備不是拿來評議價格的 是來評議波動或得說自然戰 現在這個價格也沒到大家要拋儲備來降低油價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拜登他的核心問題就是找沙特 然後另外就是怎麼樣有效的擴大美國國內的對石油的生產 因為你擴大生產之後 他預期產量一上去 現在的價格就下來了 確實找中日還是明顯開錯了藥方 能源價格急升不只是推高了美國的通脹 其實也是成為了英國通脹高企的元凶 最新的英國統計局的數據就顯示的是 英國的通脹率現在已經創出了10年的新高 英國國家統計局週三公布 上個月的消費物價指數按年急升4.2% 較前一個月是大增1.1% 創下了2011年底以來的新高 也是遠超市場運期 英國商會更警告 預測明年的通脹水平更可能會達到5%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就承認 他關於通脹的是良性的這麼一個預測 事實上是錯誤的 克魯格曼在推特上的一系列的推文當中 是承認了這個觀點 他說他搞錯了通貨膨脹 沒有預料到當前的激增 不過他仍然認為價格上漲的壓力只是暫時的 哥倫比亞大學的科卓教授威廉比特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也表示說 一家主要央行在追求價格穩定方面 所能夠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 就是美聯儲在2020年8月的時候 采用了所謂的平均通脹目標制度 因為在去年的時候 美聯儲是在一份聲明當中承諾 將會實現一個所謂 長期平均通脹率達到2%的目標 他說採用這個目標制的代價 是非常嚴重的 比如說未來會出現不必要的 蓄意高於目標的一個通脹時期 所以是時候擺脫這種代價高昂的謬論了 另外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 也比較了10年前次代危機之後 美聯儲的做法和現在新冠大流行之後 美聯儲拯救經濟的一些措施 上一次經濟危機幾乎是 都是一切是功過於求的 包括製造和運輸能力 但是現在核心挑戰就是供應鏈的限制 可能會導致高通脹 那其他的作者 這一次政府向經濟做出了 注入了足夠的現金 收入也是超過了大流行之間的趨勢 究竟這個問題要怎麼樣的解決 蓄舍非常地看法 紐約時報這篇文章 我覺得是近期關於美國通脹 寫得比較深刻的一篇文章 因為它是把美國的政治決策 經濟決策和通脹做一個很好的連接 從拜登到耶倫到美聯儲都說是供應鏈 供應鏈擾動引起了通脹 回到咱們剛才說的 要看這個主要矛盾是什麼 它這個只是表層的 但那深層的原因呢 這裡面談到就是 他們學習了打一場錯誤的仗 他用這個方法刺激需求的方法去應對的是 09年那一場危機 09年那場危機呢 是因為你整個銀行體系接近崩潰 金融體系接近崩潰 造成需求突然下去 當時他們認為是需求刺激不足 而那個供應是很完整的 那這次呢他們就是在供應不完整的情況下邊去過度的刺激來需求 舉一個例子來說 美國的州 因為它是應約束的 是不能過度舉債的 但是呢 這次美國的州發現自己錢多了很多 他舉加州 甚至有幾百億美元的財政盈餘 這發愁怎麼把它花出去啊 但這就是州那個錢從哪來是聯邦政府給的 那現在美國家裡邊這個儲蓄也比往年要多 因為他收到了這個一千多美元的這個支票每個家庭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主要的矛盾就是 總需求被刺激的大於了供給水平 而且供給水平又受到了供應鏈等一些問題的波動 所以供應鏈問題不是主要的問題 主要問題是總需求過大 所以你只有把這個藥方找對了 才能夠治美國的通脹 而美國通脹又關心到全世界的通脹 沒錯 我們再來關心的是 世界衛生組織16號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 過去一週 全球現在只有歐洲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是在上升的 另外就是 全球新增的330萬宗確診病例當中 有210萬宗都是來自歐洲 所以為了遏制疫情 歐洲現在很多國家都提升了限制措施 比如說奧地利在15號就率先宣佈對 仍然沒有完成疫苗接種的國民要實施禁足令了 德國也起草了新的法案 計劃在辦公場所和公共交通系統推行疫苗通行證 另外就是捷克 捷克也宣佈下週一對沒有接種的人要採取更嚴格的限制措施 法國在過去一天是新增了超過2萬宗確診 這個是8月25號以來的單日最多的情況 法國目前有接近七成半的人完成了接種疫苗 當局就強調已經做好準備會啟動應對的措施 外界也估計當局可能會再次要求企業僱員要留在家裡辦公 另外德國首都柏林在15號起也是要求市民在進入餐廳酒吧等公共場所前 要提供完成接種的證明或者是近期康復的證明 只有完成接種康復或者是核酸成陰性的人才能夠進入公司 以及搭乘公共的交通工具 鏡頭我們再轉向歐洲的另外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的貨幣里拉已經跌至了紀錄的低位 里拉實際上已經是連續七天下跌了 對美元是一度下跌了3% 跌穿了10%是10.6364 這個匯率也是有望創下一個月以來的最長連跌記錄 事實上現在土耳其的通脹也是直逼20% 接近了三年前的貨幣危機時候的水平 但是對企業來說其實情況是更糟的 10月份的生產者物價指數是同比上漲了46% 這也是埃爾多安執政19年以來的最差水平 這也是消費物價可能會進一步惡化 進一步上漲的進步的警告的信號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土耳其遭遇了很差的經濟表現 它的通脹非常的高 它的匯率一直在下跌 但是它的政策似乎也是完全不能夠起色 你有什麼樣的觀察 這個咱們這段時間就在預言 如果說美國出現通脹 最後它治不了要收緊貨幣供應 然後美元走向強勢 全球的資金流向大逆轉 那麼哪些國家首當其衝 南非肯定是的 然後昨天咱們說了巴西 阿根廷 對吧 咱們一直說土耳其 然後其實在今天的這個PPI 全世界排名漲得最高的 土耳其是漲了46% 40% 對 第二名是誰呢 是俄羅斯 就所謂的這些金磚國家 其實這三個都比較慘 還有這個南非 俄羅斯大概漲25% 所以就是從這個情況來看 我形容啊 土耳其現在是個什麼狀況呢 它的經濟增長率還是非常高 高到什麼程度呢 因為今年第二季度 土耳其是經濟恢復 它對外的出口比去年同期 去年第二季度增長60% 因為去年是基本停下了 封城嘛 那麼這樣就帶來 土耳其全年經濟可以到9% 我給它比喻成就是 現在都然開著土耳其經濟 是開著一個飛車 但是飛車裡邊各個零件 都快要散架了 對 你可能開得越快 就越危險 那麼現在的情況就是 有幾個指標 咱們說的它的里拉 這個扁得非常的快 而土耳其又是一個對能源 對很多重要的民生產品 高度依賴進口的 它是個外向性經濟 所以你一扁之後呢 就連帶國內的 首先是CPI 民生產品受影響 20% 但這個還不是最重要的 現在就是它的這個PPI 生產資料 居然漲到46% 那這個企業 就很難經營了 因為你這個就處在一個惡性通脹的一個範圍當中 無論你是怎麼被原料還是怎麼辦 你就沒法進行的 那麼很核心的就是它 埃爾多安還是反其道而行之兵刑險招 就是幹什麼呢 一般這個時候大概縮緊貨幣政策 像巴西已經在縮緊 對吧 但是它還是要求土耳其中央銀行不停的降低利率 去繼續加快它的速度 對吧 就像那個那個離心力那個旋轉 在那個不停的旋 因為你一停下來它就會垮了 但是呢 你這個離心力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的時候呢 什麼時候土耳其的經濟出現崩潰 現在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一個前景 但是呢目前土耳其 埃爾多安是所面臨的政治困局 和國外對它個人的圍攻 國內反對派對它的這個攻擊 都讓它很難再做其他的選擇 好的謝謝朱先生的分析 最後也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我們再次見